五公结束,王心灵队再一次夺得了第一。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王心灵队如能呼风唤雨不但像能借到东风,而且似乎能顺水前行。 连续几次摘的头盔不得不使人佩服王心灵这个队长除个人能力之外的团队精神。 一字排开很好看的当然不仅仅是王心灵队但要想真的乘风破浪,姐姐们除了要心往一处想,尽往一处使,最重要的还是以实力来说话。 下一场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总决赛了。 按照目前的情况,王心灵组中的六位女将,王心灵,蔡卓妍,钟星童,吴景妍,张天爱,唐诗意,和南部成为总决赛的最大赢家,预测他们一组将有大半的成员将进入最终的成团名单。 更何况,根据网友传出的总决赛歌单,Twins还拿到了他们的经典歌曲下一站天后作为竞演歌曲之一。 姐姐们的回归,武功后张心意的离开,使乘风破浪的姐姐三一共有11位姐姐没有机会最终成团。 根据这份歌单,将有八位姐姐在最终舞台上再一次展现自己。 除了在之前的台前幕后显露出能说会道,搞笑幽默前职的徐梦桃担任主持人外,许如云,吴莫愁,黄小雷,黄毅,毛俊杰,刘恋将携手宁静,那应表演开场秀。 另一首歌曲《绿光》也将由回归的四位姐姐合力表演。 姐姐们的角力,于之前众多网友吐槽的某些公演场次赛制复杂,规则看不懂不同的是,从歌单上来看, 最终的总决赛,赛制设计却相对的干净利落,简单明了。 三组进入总决赛的队伍将各自进行两首歌曲的团队表演。 另外,三个队伍的队长将合作一首歌曲。 从歌单中的曲目来看,如前文所述,王兴玲对因为团队秀中有组内队员Twins的经典作品下一站天后,而略有优势。 三组队伍团队秀的歌曲都各有一首快节奏歌曲和一首慢版歌曲,因此,大致而言,三组队伍都有发挥的余地和充分展现各自团队实力的机会。 但似乎与之前的瑕疵类似,总决赛的选曲依然不大给力,有些歌曲即使不算冷门,至少对大众而言也不能称作耳熟能详。 三维队长王兴玲、郑秀妍、谭维维的合作曲目是源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这首歌似乎更适合谭维维。 因此,C位是否真的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将由王兴玲占据,似乎还未可知。